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个人只有两个爱好 饮茶和吃鱼 所以不论是茶还是鱼的好坏 我可是一尝就知道的 绝对不会有所差池的 是吗 那张老板你来这里算是来对地方了 要知道我们这里有三角 第一就是你喝的这种特优茶 嗯 这茶叶的口感独特清新 的确可以成为一角 那第二角呢 第二角那就是这家餐厅的鱼了 张老板 你尝尝看 真的非常新鲜美味的 哎呀 这是糖醋活鱼啊 张老板不愧是吃鱼的行家 一看就知道各种门道 这道菜的火候极难掌握 能做好这道菜的厨师可不多呢 那张老板 你感觉这位厨师做得怎么样 哎呀 这条鱼的尾巴竟然也能动 这可罕见了 过去吃的糖醋活鱼不过只是嘴巴动 没想到这条鱼的尾巴竟然还能动啊 所以这道菜在我们这里也堪称一绝呢 嗯 真棒 这味道真是鲜美啊 我吃过了那么多鱼 这么美味的鱼还是第一次吃到呢 这道菜果然堪称一绝啊 能让张老板这位吃鱼的行家 说出这样的话可不容易啊 怎么样 张老板 我们这里的鱼和茶都还不错吧 爸 你们这里的茶和鱼的确不错 毫不夸张地说 这应该是我生平喝过最好的茶 吃过最好的鱼 那张老板以后可要经常来啊 那是一定的了 对了 你们这里不是有三绝吗 还有一绝是什么呢 我迫不及待地想品尝一下了 我们这里的第三绝既不是吃的也不是喝的 哦 那你们这儿的第三绝是什么 我们这里的第三绝是山上寺庙里的那位老法师 这位老法师占卜看相是非常灵验的 原来你这里的第三绝是这个啊 那我可就没什么兴趣了 要知道我可是从来不信佛的 张老板 不管你信不信佛 这位老法师你可一定要去见见 他的名气可比这里的茶和鱼大得多 是啊 张老板 你做生意天南地北的整天奔波 一定要请这位法师看一下啊 我的一位朋友 有次坐飞机一远行前遇到了那位法师 法师极力劝说他最近不要远行 可我那朋友就是不听 依旧乘机远行 结果他乘坐的那架飞机坠毁了 他也因此丢掉了性命 哦 还有这么巧的事情啊 哎 这不是凑巧 这样的势力在我们这里流传很多呢 那位老法师就像是能看到未来一样 所以他才会成为一绝嘛 好吧 你们这里的前两绝我都见过了 那这第三绝我也去见识一下 明天一走 我们就带你去山上寺庙里 拜访那位老法师 干嘛呀 明天啊 明天我准备乘船去别的地方采购茶叶呢 我看一会儿我们吃完饭就去拜访他好了 张老板 这样不太好啊 要知道老法师可是修行的高僧 我们刚刚吃完荤菜就去拜访他 实在有些不敬 这有什么不敬的 就这样定了 吃完饭我们就去 张老板对于大家传说的老法师并不相信 认为这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 因此吃完了饭菜后 他便跟随朋友来到了老法师所居住的寺庙 这位施主 你从小就酷爱吃鱼是不是啊 嗯 没错 哎 施主 请回吧 啊 张老板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是啊 老法师和你说了些什么呀 这位老法师就问我是不是从小就喜欢吃鱼 我说是的 之后他就让我离开了 哎呀 这可不妙啊 是啊 老法师一定是看出你身上存有不祥的预兆 但并不想点破 张老板 我和这位老法师有些交情 我进去替你问问吧 你们干嘛那么紧张啊 我看这位老法师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 张老板 你可不能这样说呀 他的话每次都十分的灵压 要不也不能算我们这里的一绝了 怎么样了 老法师是不是从张老板身上看出什么来了 张老板 你是不是打算明天坐船外出 是啊 我不是和你们说过了吗 明天一早我就走 张老板 你听我一句 这几天就留在这里 不要乘船外出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啊 难道那位法师认为我这几天会出意外 就像你的那位乘机坠毁的朋友一样 嗯 你说的没错 啊 难道这是真的 老法师真的认为张老板最近会出意外 张老板 老法师的话你可不能不信呀 这几天你就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好了 你们这就这么相信那位老法师的话 张老板 老法师的话不能不信呀 他说你平生最爱吃鱼 经过你嘴里的鱼不计其数 如此肆意夺取水族性命 你的命迟着要归还给水族 所以你一定会逆忘 而且就在最近几天 是啊 张老板 老法师见你的第一面就知道你喜欢吃鱼 难道你不觉得神奇吗 张老板 老法师的话一向都是很准的 你最近可一定要当心呀 对了 你明天不是要坐船吗 现在看来这船你还是不要坐得好 对呀 张老板 你就先在这里住下 等我向老法师求来解救的办法再说 好吧 那我就听你们的 先在这里住下 嗯 那就好 那我们就放心了 然而张老板只是让自己的朋友放松了警戒 第二天一大早 他便悄悄起身准备登船启程 船票我都提前买好了 怎么能不走呢 嗯 先生要去哪里啊 去渡船码头 嗯 好了 先生 您这是要去坐船吗 是啊 你走得可真早啊 最早的船班 也要一个多小时之后才能开的 我是打算提早去才不会错过船班的 哎呀 怎么回事 哎 可恶的狗怎么就突然跑出来了 说着 计程车司机便下车查看 张老板也下车查看 只见在车前方一只狗躺在地上 他的后腿似乎受伤了 这只狗看到他俩后发出一阵哀叫 然后用可怜兮兮的眼神看着他们 快走开 快走开 你这只赖皮狗再不走的话 我可就从你身上压过去了 他的腿已经伤得这么厉害了 哪里还走得了啊 哎呀 这只狗怀有身孕呢 嗯 真的啊 好吧 那我们就发发慈悲心 将它领到路边好了 那怎么行 走 带我去宠物医院 希望它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事的 去宠物医院 你不去码头了吗 你不是说最早的船班 也要一个多小时后才出发吗 时间还来得及 我们快走 不要耽搁时间的 就这样 张老板带着这只受伤的狗 来到了宠物医院 他只是皮肉伤 处理一下就没事了 那他肚子里的孩子呢 也没有事吗 肚子里的孩子应该也没事 不过这几天 一定要留意他的反应 如果有些反常的话 一定要打电话给我 对了 这些药你拿着 回去给他吃下去 每天一次 连续三天 啊 我并不是这只狗的主人呢 啊 你不是这只狗的主人 那你怎么带这只狗来这里呢 它是我在路上捡的 我想它应该是一只流浪狗吧 这可不是一只流浪狗 你看 它脖子上还有项圈呢 项圈上刻着我最亲爱的朋友玛丽 这只狗的名字叫玛丽 而且从项圈上的字我能猜得出来 它的主人一定很喜欢它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它的主人现在一定很着急的 我想你发现它的地点 应该距离它和主人走失的地点并不远 此时也一定在找它 嗯 有道理 我这就带它回去找它的主人 张老板抱着这只狗 回到了发现它的那条路旁 四处打听它的主人 因此错过了船班 而张老板的朋友们 此时也正焦急地寻找着它 张老板就先跑到哪里了 它不会真的乘船走掉了吧 肯定是这样的 我们要赶紧去码头拦住它 对 我们赶快去码头拦住它 完了 完了 船已经开了 看来张老板应该如此啊 两位朋友看着客轮越驶越远 突然 客轮上传来了一声巨响 接着 客轮上燃起熊熊大火 客轮一点点地下沉 天啊 怎么会这样 老法师说的真是没错 看来张老板真的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啊 哎 他为什么不听我们的话 非要坐船离开这里啊 这下可好 命都没了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啊 张 张老板 你没上船啊 张老板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这艘船的船票我都买好了 如果不是错过了登船的时间 那我现在一定是在船上 你杀害水族无数 原本应该以命偿还水族 但是你心生善念 救出了那只狗 因此救了你一命 以后你只要多做放生护生的善举 才能弥补曾经犯下的过错 经过这件事情 我全然相信因果报应的了 老法师 谢谢你 至死不离的母像 公相阿卡和母相阿亚 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但是象群里的象王 却为了得到阿亚 而将阿卡赶出了象群 不过阿亚经常在三更半夜 等象王睡属后 悄悄溜出来与他相会 阿卡 你最近看起来 又强壮了不少啊 嗯 我现在感觉身体里充满了力量 明天我就要去向象王发起挑战 阿卡 象王他现在还强壮得很 你贸然向他发起挑战 还是很危险的 前几天就有一头公相 被象王的象牙刺伤了后腿 你再等等吧 等你变得更强壮了 再向他挑战也不迟 这样我会比较安心的 我已经等不及了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霸占你 阿亚 你放心好了 明天我一定会打败他的 我已经有十足的把握 可以赢过他的 嗯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 第二天 阿卡向象王发起了挑战 战斗打得非常激烈 年轻的阿卡渐渐地取得了优势 怎么样 你已经老了 退位吧 臭小子 你想战胜我还早着呢 哎呀 不好 阿卡被象王引进树林里了 前几天的那头像 也是被象王引到树林后才受伤的 不行 我要快去帮帮他 不然阿卡会向那头像 再重蹈覆辙失败的 哎呀 糟糕 臭小子 你输定了 阿卡 小心 哎呀 我的眼睛 好机会 哎呀 好痛啊 我认输 我认输了 好的 既然你已经认输了 那就离开象群好了 我们不欢迎你留在这里 好 成了 我离开这里 我离开这里 向王 我们的心向王产生了 哈哈 阿卡赢了 真棒 阿塔是我们的心向王 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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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雅 从今天起 再也没有人能将我们分开了 嗯 我真的很开心 往后的生活都能够在一起的 从那天起 阿卡成为了新的向王 他带领着象群 在丛林里快乐地生活着 而阿雅也成为了向王妻子 哇 这里竟然有一串香蕉 太棒了 阿卡最喜欢吃香蕉 我带回去给她 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哎呀 好不好 是陷阱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来救救我啊 阿卡 救命啊 是阿雅 不好 阿雅遇到危险了 伙伴们 快跟我一起去救阿雅 阿雅 你怎么样呢 有没有受伤啊 我没事 只是这个陷阱太深了 我上不去 是啊 这个陷阱实在太深了 这下该怎么办呢 这是人类为了补助我们而特意挖的陷阱 要想从这里面爬上来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们根本不可能将她救出来 只能放弃阿雅了 若是要下去救她 我们可能也会被困在里面的 非常危险的 放弃阿雅 不行 我一定要将她救出来 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头大象能从人类的陷阱里爬出来的 我们能做的 只有为阿雅报仇 去人类的田地里进行破坏 以泄心头之恨 是啊 对于落入陷阱的同伴 我们无能为力 最多只能丢给她一些食物 给她冲击的 对的 这个主意我赞同 不 我绝不会放弃阿雅的 我们可以用土将这个陷阱填起来 啊 将这么深的坑填起来 这怎么可能呢 是啊 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土啊 嘿 你看 这不是就有土了吗 好吧 我们就挺向往的 往陷阱里填土 填石头 大家加油 哎呀 不好 猎人来了 有危险 呃 呃 枪声 呃 不好啊 我们快跑啊 向王 现在要怎么办啊 大家不要慌 不要走 只要我们都守在这里 别人是不敢靠近的 他们手里可是有枪啊 我们还是离开的好 离开 我们要是离开这里的话 阿雅就会被他们抓去的 但只要我们都聚集在这里 人类就不敢靠近 你们谁也不准走 谁要是敢走 就别怪我不客气 哎 怎么回事 这些大象怎么一直聚集在那里啊 嗯 就是啊 今天这象群很反常 我开了好几枪都没把他们吓跑 按照以往 他们听到枪声 应该很快就逃走才对 嗯 可不是嘛 象群要是不散开的话 我们可不能贸然过去 万一他们发起风来 那就危险了 你说会不会有一头像 掉进我们的陷阱里了 他们才不愿离开 我也是这样想的 看来我们今天有收获了 不要管那些象群 他们没有办法就会散开的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吧 嘿嘿嘿 现在也只能这样做了 然而象群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他们在阿卡的带领下 不停地填着陷阱 尤其是阿卡 为了取得更多的土 他一刻不停地 用自己长长的象牙 掘着土 再多挖一点 再多挖一点 哎呀 你的象牙断了 不能再这样挖下去了 没关系的 我一定要把阿牙救出来 大家不要停 谢谢你们 谢谢你 阿卡 哎呀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还得走啊 天快黑了 看来今天晚上 象群是不会离开这里了 我们走吧 明天再来看看 唉 也只能这样了 象群连续填土了两天两夜 阿牙终于被救了出来 而猎人们看到被填起来的陷阱 显得更是吃惊 天啊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竟然将我们那么深的陷阱 给填起来了 怎么会这样 这群大象是费了多大的劲 才听陷阱填起来的 阿卡 真是辛苦你了 赶快好好休息一下吧 嗯 只要你没事就好 哈哈 你终于受伤了 啊 向王 你这个家伙 上次用卑劣的手段伤了我 今天我回来找你复仇了 我要重新夺回我的位置 你还敢来挑战我 小心我再把你的另一条腿 别捅个窟窿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还想打赢我 休想 是吗 那我们就试试 阿卡 你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 现在去和他动 你会吃亏的 阿雅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有事的 我们还是找一个宽敞的地方 进行较量吧 也免得有人帮你 好 没问题 阿雅 你不要过来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打斗 断了一截象牙 且已经累了两天的阿卡 哪里还能斗得过向王 他身上多处受伤 最致命的是他胸口肋骨之间 被向王的象牙 刺了一个深深的洞 血不停地从那里流出 糟糕 伤口好痛啊 怎么会这样 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不能死在这里 我要去象咒那里 阿卡一边说着 一边吃力地站了起来 摇摇晃晃地朝丛林深处走去 在山林深处 有一个巨大的凹陷 这里便是象咒 大象是绝不肯倒闭在荒野的 所以只要预感到死神迫近 无论路途有多么遥远 他们也要赶到这里来 咽下最后一口气 象中 我来了 不知道阿雅现在怎么样了 阿卡 阿卡 你在哪里啊 啊 是阿雅 天啊 他怎么来这里了 阿卡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妈 阿雅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要下去 把你救上来 你不要下来 我是自己来这里的 我伤得很重 活不了多久了 你快离开这里吧 哎 阿卡 你流血了 阿雅 你要干什么 这是象种 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阿卡 我要和你在一起 哪怕是在象种里 你快走 你的寿命还长着呢 起码还能活几十年 你觉着我能从这里走出去吗 啊 你怎么这么傻 怎么这么傻啊 阿卡 你说过 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我也一样 我们从现在开始 会永远在一起的 各位 阿弥陀佛 佛陀要我们看到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本来就是平平静静的 充满了爱 充满了慈悲的 但是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心 执着的欲望 恨某一个人很烦恼 那你的心就乱掉了 你的生命就黑暗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经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会看到你的心 你会找到佛陀 你会找到生命的力量 找到慈悲 阿弥陀佛 画播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法就是那么直接 只要我们能生起无我的悲心 就可以使佛法的力量缠身 一念之间即得成就 一念不生则般若生 一念不生则大悲生 不要再让凡夫的分别念现起 尽量使自己的心 安住在佛性的自行心中 我们将会发觉 活在世间的真实意义 用爱 用慈悲 就可以得到全世界 如果以恨 以抱怨 就失去全世界 如果心中有爱 有慈悲 就生在极乐 那是心灵的净土 心灵的春天 如果怀恨 如果怀恨 常抱怨 那就生在恶道 那是心灵的癌 那是心灵的癌 心灵的地狱 佛法 佛法就是人格发展 与待人接物的合和表现 是妙制 大悲 与善巧方便的平衡展现 所以 我们学习佛法的人 处理事情 就要比他人慈悲 要比他人更有智慧 甚至比他人更懂得善用方便 红衣大师曾经开示 了事如患 爱心永存 凡事存在的一切 都是幻化无实的 都只是一个暂时的影像 诸佛所以透彻诸法的幻化 唯独对众生的悲心 永不改变 仅此两句话 即道尽佛陀 悲至的一贯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念佛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